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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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吴检认识吴九卓 而且关系还不错 另一边 郑态兽在医院跟朴善珍见面 吴九卓打电话给他 差不多得了 时间不早了 该走了 朴善珍告诉郑态兽 丈夫死后 大概过了几周 他就接到电话 说凶手自首了 他一直想见一见凶手 有件事他想当面问问 扎害他丈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是个好爸爸 也是个好丈夫 而且这辈子也没害过人 凶手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朴善珍理解不了 郑态兽试探着问他 如果凶手对当事的事感到毁物 愿不愿意接受道歉 在朴善珍看来 道歉是犯了小错误的时候用的 杀人可不是小错误 那是犯罪 他绝对没办法原谅凶手 朴善珍让郑态兽以后不用来了 他马上就出院了 得开始找工作 郑态兽有点不理解 不是每个月都会收到一百万吗 朴善珍觉得很可笑 谁没事会每个月给他一百万啊 郑态兽这才意识到 师父说每个月都会给朴善珍打钱 是在骗他 他来找师父 可师父已经不在这了 郑态兽无法原谅师父 他一定要亲手杀了师父 他希望吴九卓可以在这件事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要让他杀了师父 吴九卓让他干什么都行 如果不杀了师父 他就没办法面对朴善珍了 梅英指责郑态兽不知悔改 吴九卓却让他别管朴善珍 梅英无法理解 他们是来监管坏家伙们的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坏家伙们去犯罪呢 吴九卓看不惯他 总是把监管挂在嘴边 他们是罪犯 但他们也是人 是想改过自新好好生活的人 不要总在这有色眼镜看他们 说白了 梅英不过是想通过坏家伙们解决案子 然后升职加薪而已 而坏家伙们是为了赎罪 为了活出个人样来 回去的路上 吴九卓让朴善珍的心灵乱来 他会派人去找师傅的 这时 公园的案子引起坏家伙们的注意 现场警员说是无差别杀人 明英记得几天前 别的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看来坏家伙们又有事做了 这个案子值五年 正在受勘察现场 十二口径炼枪子弹壳两枚 弹容两发 他找到适合隐蔽和目标直线距离最短 容易射击的一个位置 他开始模拟现场 一二换弹 三四换弹 移动射击 五六 六发子弹 六条人命 刘牧叉 高手 和几天前的案子一样 处自同一人之手 而且第五发和第六发之间 都有短暂的间隔 凶手的节奏是 一二换弹 三四换弹 五之后 凶手开始谨慎 准确的瞄准目标 确保万无一失 才射出第六桥 李正文走后 正在时候看着他的背影 在监狱时 他也接到过杀李正文的委托 另一年 美英收到消息 已经确定凶手的大概居住范围 而一旁的嫖凶者 居然睡着了 美英发现了两个案子的共同点 他立刻叫醒朴凶者 两个案子发生的地方 出现了同一辆出租车 凶手肯定是坐着出租车出入现场的 所以才找不到他的行踪 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已经拿回来了 虽然是无差别杀人 但吴九卓还是决定调查一下 有件事吴九卓一直很好奇 花言动案的被害人是什么情况 李正文也是无差别杀人吗 吴九卓也搞不清楚 他是不是凶手 但他希望李正文是 李正文也不清楚 他也希望自己是凶手 那一年 正在时候来找好兄弟贤宇 贤宇对枪戏也比较精通 凶手用的不是大容量狩猎猎枪 而是打把用的小容量猎枪 既然是无差别杀人 应该选容量大的才对 每个设计场都有几把被登记的枪 正在时候想让他帮忙查查 哪家设计场丢过枪 正在时候有点好奇 贤宇竟然没问他怎么出来的 原来不久前 贤宇已经听师父说过了 正在时候正在找师父 当贤宇有师父的消息了 就告诉他 那一年 小兄哲又把小弟找来了 他打算从出租车入手 突然 他发现旁边有人监视他 这才想起 大哥给的两周时间已经过了 与此同时 李正文发现了新的线索 两起案件的第六个被害人 是同一家公司的 第一起案件的郑某 46岁 某电器公司生产一组组长 平时有严重的糖尿病 在夫人的劝说下 开始跑步 而她夫人 就是第一名被害人 第二起案件的郑某 38岁 某电器公司人事部部长 案发时在公园跟女友见面 女友也是第一个被害人 两起案件的第一个被害人 都是第六个被害人身边的人 凶手第一枪 是为了把目标困住 然后第六枪 准确无误地将目标击杀 这时 美英发现凶手又出现了 小兄哲在美英的指引下 去追击凶手 红利灯路口 小兄哲下车 刺激被吓了一跳 突然 枪声响起 小兄哲立刻寻声而去 凶手正对着一个人大喊 为什么对他们那样 凶手看到小兄哲后 撒腿就跑 小兄哲正准备追击 可受伤的人却在呼救 他犹豫了 还是救人要紧 而这时 大哥出现 小兄哲被带走 呼救卓来到现场 与前两次不同 这次一死四伤 死者赵某 52岁 母电器公司生产一组副组长 小兄哲失踪 暂时无法定位 而美英这次竟然没发脾气 他觉得朴兄哲不会在抓捕过程中逃跑 他选择相信朴兄哲 先等等看 而朴兄哲此时 在大哥手上 他只有一个心愿 打个电话 有句话他必须得告诉坏家们 不然就抓不到凶手了 大哥没想到 朴兄哲临死前 竟然还想着抓凶手 朴兄哲也不想这样 可他能滥杀无辜的家伙 必须得抓 他只有这么一个请求 另一边 郑代兽就贤于他得知 半个月前 有个靶场丢了把枪 十二口径 哪把用的猎枪 郑代兽发现这次袭击事件 有点不一样 千两次凶手一次失误都没有 这次的失误可不是一般的多 四名伤者 甚至还在同一人身上开了两枪 临走时 贤于把郑代兽叫住 有件事贤于也很好奇 他变成现在这样 郑代兽也不闻不问 其实郑代兽一直在等他开口 因为看上去不像是什么好事 原来贤于是不想做杀人的勾当了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毁大腿的人是钟硕 但郑代兽跟钟硕有个约定 不能见面 如果不小心见了 就必须得死一个 不管怎样 他还是恭喜贤于 可以好好的 平凡的活着了 贤于这才反应过来 郑代兽知道他要结婚了 刚从贤于那出来 郑代兽就接到了朴凶哲的电话 凶手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对我们那样 朴凶哲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但是他脑袋不好使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才告诉郑代兽 而郑代兽非常敏锐 他总觉得朴凶哲好像出事了 朴凶哲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一定要抓到凶手 这边刚搞完电话 郑代兽又遇到一群毒素之客 他们有件事想委托郑代兽 会让市场加的两倍支付筹金 而且可以先付一半 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 他们让郑代兽用最残忍的方式 杀一个人 但郑代兽并没有答应 他们想用武力让郑代兽屈服 还没想到 却被郑代兽收拾了一顿 郑代兽想知道 到底是谁想杀那个人 这时 警方赶到 郑代兽只好把照片收起来 五九卓来监狱找郑代兽 他还好奇郑代兽和朴代兽 最近怎么这么安静 没想到郑代兽就开始惹事了 郑代兽说朴代兽跟他联系过 还说一定要抓到凶手 听这话的意思 好像是他没办法抓了 郑代兽把把场的地址给五九卓 那里有凶手们的线索 据把场老板说 大概两个月前 有两个经常来这的客人 其中一个好像玩过枪 另一个则没有任何经验 他们几乎每天都来 张某真 高某直 凶手就是这两人 很快 高某直就落网了 据他交代 因为不会用枪 所以都是由张某真动手 但张某真信不过他 非得让他做一次才安心 而他们定下的目标 还没完成 还有个社长为啥 五九卓决定利用社长引蛇出洞 很快 李正文就发现了张某真 社长危在旦夕 李正文找到张某真 但张某真势必要杀了社长 社长惊恐乱分 然而没想到 张某真的枪竟然压火了 他立刻逃跑 重新上堂 抓了个人质 威胁李正文 李正文试图说服张某真 他知道张某真都经历了什么 不久前 委员会长盟友公款 造成了资金漏洞 社长的两个心腹提议 解雇二十名工人来填补漏洞 而实施这一计划的 就是人事部部长 我说无杀别杀人 就是为了扰乱警方视线 可即使受了委屈 也不能这样做 杀害无辜的人 终究是不对的 张某真因为丢了工作 没钱给夫人看病 让夫人不治而亡 甚至被逼到把女儿 送给别人收养 可就算再愤怒 也不能杀人 被他杀害的人 更无辜 赵某 四十六岁 清洁工 家里还有个老年痴呆的老母亲 金某 五十七岁 为了给女儿交学费 不分昼夜地开着公交车 朴某 四十五岁 被公司裁员 失去工作 聂某 二十五岁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娘 崔某 三十四岁 刚给病逝的夫人办完葬礼 李正文来到张某真身前 要杀的话就杀他吧 不要伤害那些无辜的人 李正文趁机抢走枪 一滴眼泪划过脸颊 张某真落网 社长也被抓了起来 农业公款也是犯罪 吴九卓虽然答应过他 会帮他掩盖 但社长错就错再相信了吴九卓 吴剑跟吴九卓见面 他想负责案子的收尾工作 吴九卓当然不肯答应 吴剑知道特殊小组 是由罪犯组成的 除此之外 他们跟吴九卓的过去 有什么关系 吴剑也一清二楚 吴九卓脸色阴沉 吴剑正是在威胁他 那边 朴雄哲也该上路了 大哥还记得他曾说过 不想一辈子待在洗衣店 所以大哥才把他带出来 大哥给他吃 给他穿 给他玩 可他却连一个小盲 都不愿意帮大哥 李正文又不是什么无辜的人 他可是连环杀人犯 朴雄哲注意到 大哥还带着他送的那枚戒指 他把那枚戒指送给大哥时 他说以后赚到钱 就给大哥换个纯金的 朴雄哲最后一次机会 杀掉了认为 和大哥重新开始 可朴雄哲做不到啊 虽然在大哥手底下做事 很有派头 可活得有派头 不代表活得像个人 以前他认为 人就该活得有派头 可有派头的时候 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那些被他干掉的人 总会出现在梦里 现在他想活得像个人 他想睡个安稳觉 大哥眼看朴雄哲 不会如他所愿 无奈之下 只好让人背车 今天要埋了朴雄哲 后来就说到这吧 大家伙们第五集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登登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